刚才查收邮件的时候 突然看到有一条免费的促销信息 是Motion VFX的 Final Cut Pro的时间线模板 这是一个专门出插件的厂商 可以直接去官网下载 冲着是免费的 赶紧下来试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提供横屏竖屏两种屏幕尺寸 详细页里面可以看一下样片 反正是免费的 先下载再说 下载完成之后 这个模板是在Motion VFX自家的 这个管理软件里面 点一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在Final中打开这个时间线模板 选择你要横屏的还是竖屏的版本 设置一下时间线的帧速率 在导入Final的时候 需要设置一下 把这个模板时间线 导入到你的哪一个Final资源库中 这里我就随便选一个了 弹出的提醒可能跟帧速率有关 不用理他 然后在Final的资源库中 就可以看到一个叫Motion VFX Timeline的一个事件 里面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模板 双击打开时间线 用鼠标快速浏览一下 画面上有字幕 有发声器 有音乐 转场 调色层都已经加好了 对应声音的各种重音点 节拍点 也都打了标记 便由我们配合声音切换镜头 从事件中找到需要用的素材 拖到模板中 扔到想放的位置上 松开鼠标 默认就激活了替换按钮 如果直接选择替换 会把我们拖的整条素材都放到时间线上 会改变时间线上模板位置的长度 所以要在替换的时候选择从头替换 它会对齐模板位置的入点和我们拖拽素材的入点替换同样长度的素材 这样就不会改变模板的时间线上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用鼠标拖拽比较麻烦 推荐大家使用从头替换的快捷键 把不放头放到时间线上需要被替换的素材位置上 然后在试键中找到我们用来替换的素材 按下快捷键OptionR可以一键完成替换 而且默认就是从头替换模式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替换素材 我们在时间线上全替换成自己的素材 试一下效果 下面还提供了几套音乐 默认开启的是这一组音乐 我们可以把它转中 按下快捷键V关掉 开启另一条音乐听一听 如果对素材的位置不满意 可以选中素材 按下T 开启滑一工具 左右拖拽 调整一下素材的选用区域 如果对模板中的这些效果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可以选中它 按下快捷键V 是关闭这个效果 可以看一看这个效果加之前和加之后有什么效果 这是给画面做了一个旋转的效果 像这三个是调色层 反正是免费的 用不用先下一份 链接我就不提供了 大家去官网自己下载就好了